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清朝末年中国积若不振 所以呢要这个国家处在一个非常这个低弱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这种自卑感由然而生 那现在中国崛起了 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第二大型机体了 所以他们就产生了由自卑变成一种自傲 那因此呢只要牵涉到台湾问题 我就要求外国企业来道歉 因为他们在乎中国的市场 他们必须如此 那道歉一种反应就是一种 表示一个卑躬屈膝的样子 过去中国是受制于西方西洋国家在清朝末年 现在我要你这些西方国家向我道歉 向我俯首称臣 有一种征服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从中国整个总体的一个心理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说中国人民没办法要求政府给他道歉 那我就希望其他国家来跟我道歉 来满足他心里面这样一种补偿的心力 那特别是对台湾问题来讲很敏感 所以他们看到台湾是跟中国大陆来比 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那我就来欺负你 我就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放资助比较 然后迫使这些国家来妥协 但我觉得他也是在对内宣传 就是我们知道目前两岸关系不好 那他们对蔡政府就表达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对台湾是很强硬的 来抒发他们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个不满的情绪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内宣传的一个方法 对这个方法он传的东西 对这个方法 比如说来歌址 因为上期帮的东西 给互联赏你 谢谢